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脚扣一下 连续假动作 再起到后点 直接打门 打在横梁上 实际上传起来 你看 效果还是可以 其实奥斯卡这节奏变化 很难去对他进行这种对位的防守 这球在干扰之下 已经挺困难了 门将刘士博是没什么办法 冯进往内侧收 接着起 后点空了 直接退门前 哎呀 保利尼奥 张少雄 右脚 直接打门 门中 这球打的质量很高 脚步啊 跟不上 打得真漂亮啊 再往里一点点就弹进去了 这球让我想起当年赵俊哲世界杯那脚啊 门注啊 几乎是一个场景啊 但现在左边右边 边后卫身边轮流出空档 进去里面又空了 转身打 直接被封堵 再叫奥斯卡 接着推 防径进去里面横下窗 这一下 硬生生被拦了下来 嗯 就蒋光泰 对 这球奥斯卡分的是真好 保林尼奥停的稍微大了点 给了蒋光泰把自己扔出去全力防的一个时间 对 还是没有挺好的一下 对 感觉进攻当中踢的很累 是 换保林尼奥来法 打一个短的 再拉出来 45度 助跑两下 直接传前点漏过去 小进区 门匠出来 直接没收了 护箭球拉进来 干扰之下 虽然打到球员范围还是被没收 直接绕远端 掏球 是NDAE 找到了受点的NDAE 杨吕宇 进去里面 转身 横向摆 再调整 接着推 自己再打门 嗯 创造力 是的 我们看更多这种按部就班的传终 跟着二点球 摆过来打门 被封堵 哦 这一下 进区里面的动作 埃菲尔丁 来看 第二下 哎呀 嗯 这球 感觉是有很大的改判空间 这球大概率是要被吹的 而且要称赞李生源 位置卡得很好 已经卡到内侧身位 这球 埃菲尔丁已经失位了 然后呢 伸脚 感觉上是慢了一点 看完了之后 还要和 威亚删了一项 最后做出了点球的办法 看看奥斯卡的脚感 助跑 停顿 打门 球进了 骗过刘士博 帮助上海海港1-0 取得领先 嗯 中间停顿 然后呢 再一个变化 刘士博完全就重心被晃的 已经是再没法铺就了 嗯 奥斯卡也发 上门之前还有一个抬头观察 刘士博的没动作 哎 这会儿往后点传一下 兴许有机会 但应该是有烧时间了 嗯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上海港 凭借着奥斯卡的点球 1-0 险胜广州队 拿到了一场关键的胜利